同心大家好 現在要說天宏的第32項 日本國政府的組織和它的管理權 我們現在要說 我們現在日本國的政治到底是生成什麼樣的 這是我們在明治維新的時候的情侯來說 這樣理解我就了解 現在日本國的政治到底是生成什麼樣的 我們現在說的是我們現在來成功他的這個人民跟他這個土地的關係 在這個明治天王在維新進行 那個征儀 幕府的征儀大將軍在管理日本的時候 日本的制度是什麼 封建制度 就是他這個什麼 征儀大將軍做中心 然後下去做什麼 下去分封日本的這個什麼 這個祖皇相關的一些土地 那個時候 德川幕府的時尊 他都這種分封 都這種差不多300個祖皇 所以那個名治天王 王政復古 下面這個德川幕府的大政鳳王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政典還是這樣 現在他都這種 全日本差不多分成300地 因為他有300個祖皇 然後明治天王 王政復古之後 他把所有的困難都收起來 他做一件事很要緊的 就是 廢藩自憲 就是把那300個領主 全部都被封掉 他都被封掉 後來他有一個條件 他就是說沒關係 我把你的翻都被封掉 但是我現在給你 法主的生活 對 還給你什麼 還給你縫路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些土地膏 好像還有 膏的那個 像是好像股票 或是說一些 管理 你知道嗎 扭給這些藩主就對了 因為喔 他希望說用這個 算是說 放到冰河的手段 買給什麼 所以日本還有什麼 他的藩主要怎樣 放下他的管理 所以喔 後來合調之後 他就做這樣 就是做法主 所以你要記得喔 你日本裡面 有一個制度叫做法主 法是哪個法 中華民國那個法 叫做法主 什麼叫做法主 就是以前的那個班主 那個300個班的班主 叫做法主 因為我那個第一件你看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法主 後來我才知道 喔 原來這是法主 這就是他這個民地天皇起來之後 他就做了一件事 廢方自憲 後來要適立一個制度 什麼 法主的制度 你用去看相關的一些歷史 所以你要很清楚 以這個日本國在做的時尚 以這個廢方自憲 以這個廢方自憲 後來要這個日本國政府就差不多完成了 他差不多整個雛形都完成了 他本來是維新政府 那個維新政府的前聖是什麼 煞場同盟 所以 你也說怎麼樣 這個日本國政府在什麼 在煞場同盟來的 再來煞場同盟來之後 要促走的一個臨時政府叫做維新政府 這個維新政府之後 在1875年 這個日本天皇做備番自憲 之後要 這個日本國政府正式 這麼生理就對了 這個生理之後 又加上日本天皇什麼 廢方自憲 之後這個日本國就有什麼 自己的什麼 土地和人民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日本國的 土地和人民是怎麼樣 因為這很困難 因為你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你一定要有你的土地 第二樣你也要有你的人民 這個人民和土地是 造成一個國家什麼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我們就要說 日本國這個國家是怎麼樣來的 就是在以前天皇 廢方自憲 他那個時候 都差不多三百塊 日本全都差不多三百塊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領主的 全部都是那些藩主的 都那個藩主在管理那些什麼 他會比較窮地的人民 所以喔 只有我們歐洲的什麼 封建制度 所以在那幕府用的那個制度是什麼 跟歐洲的制度完全一模一模的 封建制度 對 啊 人民都什麼 人民都收 怎麼收關折到路 對 所以 那個在那幕府在管理的時候 日本的人民 普遍賞也沒有人權 也沒有什麼財產權 差不多大家 差不多都是什麼 大家都是 因為他主要都收什麼 什麼是有這個 班族的控制 所以喔 實際上 你說他今天有自己的財 今天有自己的財產權 我要打一個問號 因為喔 這個 因為喔 你要為什麼 因為日本這個土地的來源 他主要用的法律是什麼 用曾宜大將軍 來分封的 曾宜大將軍拿著寬移料 要於分封諸侯 那個諸侯跟番族 他 怎麼 他就去 他算是自己去扣一片土地的料理 他把這些相關的土地的財產 還分給他樓下的武術 他樓下的武術 才算是把農民都扣起來 所以喔 實際上 你說在這個日本提供做非凡自宣進行 日本人民是擁有自己的財產 尤其是土地來說 普遍上來說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不對等的狀況 一定是什麼 主要那些三百個法律都屬於什麼 人民都什麼 人民都農奴啦 我說實際上就是農奴 你知道嗎 就是人民去做什麼 領主的努力 那叫做農奴啦 一般都叫做什麼 一般的都叫做什麼 封建制度啦 所以日本國這個國家是由什麼來做 由三百個土地來做的 日本國 天皇在這個幕府和這個幕府的將軍和所有的官員 都大政奉還了 天皇做王政復古 他那時候接到的日本的狀況是什麼 是三百個土地 日本廣東說有切做差不多三百個 之後他才把這三百個都全部都聽 全部都把它拋好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廢番自宣 這個廢番自宣是非常非常的要緊就是說 我們日本沒有漏勒的制度 沒有農奴啦 那後來這個廢番自宣 把它用下去之後 那些武術都跳起來 以前的既得利益都跳起來 那這裡引發一場戰爭 叫做西南戰爭 我前面有介紹過 我說西南戰爭有什麼怎麼來 兩個 我說兩個是很要緊的 第一就是廢道令 就是都沒有武術了 再來再用一個市民平等 市農工商都平等 然後再用一個廢番自宣 全部的武術都跳起來了 很多武術都跳起來 起了翻空了 但是後來想想的那些武術是局部的反抗 實際上是他真的生活活不下去 所以日本廣東這後來又用一個法阻 說這樣你們都不要爭了 我現在想辦法幫你們找工作 還是找一些比較好的制度 後來經過協調了 就有這個法阻的制度 那那些中下級的武士 因為他們都什麼修煉文武功 他們差不多都不去 所以很多都裝去做公務人員 不就去做老師 因為他們都不去 全部都教學了 所以這個民地田農在處理這些事情 實際上說 他有經過的考慮過 也處理完之後還可以 所以日本國 政府為什麼的生意 跟田農都有關係 因為你要知道 田農在日本有很大很大的權位 你如果說真的都招不平 跟田農招出來就對了 這就是日本人普遍上的生活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日本這個民族是 全部都在田農來的 他們的招來現貴都跟田農去堆到 你如果要去 真正都去堅持一堆 堅持一堆 你一定會跟田農堅持到 所以田農出來講話 都沒人來講話 因為 因為 田農這個權位來說 他是日本民族的什麼大主長 絕長 你知道他說 他是絕長的新聞 出來敲這個事情 所以 原這雙 田農出來 料以後 大家都會聽到田農的 因為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是日本的絕長 所以如果絕長出來講話的時候 原這雙 這些核框手段 就比較不在那裡講 因為 田農出來就是要用一個 什麼比較公平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什麼 政治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日本國 為什麼做的事情 跟田農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這個 這個幕府 含那個這個 這個 西南邊這些大名 其實都不會 本來也要來這裡 其實都田農 日本的民族 田農 跳出來看這個代表 然後 整個日本國都定了 所以這個日本國 後來做的事情 都跟田農有關係 因為 田農 你看 他在做這個政治的工作的時候 沒有人敢去反對 這是很要緊的事情 如果其他人來做這些事情 都有人會去什麼反恐 像獨特 日本田農出來講的時候 這些人民不會反恐 還有一個很要緊 很要緊的 這個日本田農的房市的財產 跟這個政府是分開的 對 它是分開的 對 它是分開的 定義說 這個日本田農在處理 日本國 政治的問題的時候 田農都做工程 他都站在那邊 獨立的第三方 去看這個事情 因為 主要的觀眾朋友 他沒有厲害衝突 他比較不厲害 比較不厲害衝突 但是你如果核心收到日本國 他本身就都厲害衝突 你包括那個諸侯 環祖 大明 跟核心這個人民 財產的問題 不用處理的時候 這就很困難 因為你要想一個問題 你說要叫那個 番組把他的所有管理都放棄 我問你把他放棄之後 他要吃什麼 所以很多番組的時候沒有了 所以後來協調的結果 就是說 這個廢番自限料協調 結果也要這麼棒 用一個華組 只要給他一些 一些 一些 算說日本國的什麼 一些 算說他的敵犯 扭這個華組 還要給他們薪水 所以這些 番組 這樣分分 把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算說土地控 這些管 全部都交給他什麼 這個提供 啊 交給他提供的時 提供全部都交給他什麼 交給日本國政府 所以你要記得 大日本帝國天皇 擁有所一切的權利 為什麼原因 因為 日本國那時候 很難替頭 人民那些事情 很難處理 因為 全部日本都利害關係 你要怎麼叫所有 日本人把那些管理都交出來 尤其是 既得利益作 你要叫他把這個名字交出來 我告訴你 那些人都一定自己反抗 對 啊 因為 這個日本有一個 很好的制度 他有日本帝國的制度 所以 日本帝國 他這 挑出來 你要他用什麼 他用 算用他的 這個 算說他的管理 因為 因為 日本人要聽帝國的 所以 帝國就說一句 你們這些 領主來 你把所有土地都交交出來 啊 我給你一個 比較好的興奮 啊 還給你一個奉路 因為 你這些土地 要交交出來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現代化的國家 你 現代化的國家 你這個 國家的土地 要屬於 你要屬於什麼人的 你要屬於這個政府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 政府 這要用比較公平的 制度 去分 分配這些土地 這樣 讓人民 如果這裡有自由 你知道的意思嗎 人民 這裡有自由權 這裡有財產權 各位我跟你說喔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人民 你擁有兩項權利 你絕對不用放棄 第一 你的自由權 你包括你的生命權 這些東西 這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 然後還有什麼你的財產權 這 這三項是政府怎麼 他要幫你補償的 我們前面第一本 你說的這個 主權精神 那本 裡面就你說 什麼叫做人權 我就說的 第一個 就是你的生命 什麼 你的生命權 第一 都要幫你補償 你的死命 第二個 什麼 你的自由權 你的自由權 你 你這人想要去做 你這人想要去做什麼 你這人想要去做什麼 你和上帝自己決定 你知道嗎 這就是你的自由權 任何人都不可以干涉你 包括你 要跟什麼人計算 你要去做什麼工作 你要去做什麼工作 那你都選得 這就是你的自由權 這是你的天賦人權 第三個跟這個一樣重要 你的財產權 你的合法的財產權 一定要幫你補償 這三個就是人權的最基本 你如果說到人權 你就記得有三方 第一你的死命 第二你的自由 第三你的財產 人好的現代化 主權國家 都一定幫你補償這三項 所以日本也知道說 我們日本 不可以再用農爐的制度 不用農爐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封建領主的制度 所有的人民都落在 對不對 土地什麼人的 領主的 跟幕府大將軍 也不是你人民的 對不對 你只講過一個 第二個你的生命權 也有問題 那 領主現在跟你說 你人頭落地 你就人頭落地了 那如果說到財 說到財產權 來說 所有的財產 廣義來說 那如果再用 狭義的相對論 看起來 都什麼人的 也是都領主的 因為你所有的權利 都在領主來 因為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封建制度 所以 日本 這個天皇起來 之後他就 廢番自憲 這廢番自憲很要緊 他主要就是什麼 要成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就是要讓人民有人權 就是人民要有什麼權 人民要有生命權 你如果要剝奪這個生命 可以 你要想這個什麼 這個法律的清法料理 才可以剝奪這個人的死 這包括美國的憲法 也有相關一些規定 第二個你的自由權 我告訴你 美國的憲法 這個憲法 也主要你保有什麼 保有什麼 保有什麼 人民的自由 他的憲法的第一條 他就你說什麼 人民自由的權利 你包括言論自由 這也是 第三 你說什麼 你的財產權 這也不用任何人 任意來幫你剝奪 說要把你收起來 就收起來了 這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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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料理他就做一個改喉 天皇起來料理他就做一個廢番自憲 為什麼 他要用租款來成立一個什麼 現代化的主權國家 要讓人民有人權 所以他做一個很要件 就是廢番自憲 這個廢番自憲 你要先把它搞清楚 你才知道 日本國的土地和人民是在哪裡 這很要緊 好 後來 日本天皇給它廢番自憲 後來 什麼叫做廢番 以前把三百個飯都把它廢掉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自憲 就是說 他飯店把什麼 這些 三百塊 零土 怎麼 重新分配 這樣叫做廢番自憲 這叫做廢番自憲 這叫做廢番自憲 他要廢番自憲 因為 他在日本天皇以前一個 古老的一個制度 叫做令國制 不 他叫做什麼 他在日本的令治國 就是日本天皇 他頒布一個命令 好像 都做差不多六十幾個 好像有六十幾個國家 所以 日本教他的鼓勵 就是以前日本天皇 一千幾年前 天皇 好像在聖 德太子 廖義 那天皇做 到時候 他認罪 我還去查 反正就是日本天皇 以前的一個制度 叫做什麼 叫做令治國 就是 日本 差不多 可以用分成七十幾個國家 那是 雙元素的 之後 日本天皇 他就跟廢番自憲 之後 他 一開始 日本天皇 民地天皇 跟日本國分成 後來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1888年 他 跟他分成七十七個官 對 七十七個官 就是 就是 以前我們有一個 什麼 令治國的制度 也差不多 叫這樣 下去分就對了 後來分的 結果 是 差不多 七十七個官 到現在 一定改了 現在改做什麼 如果 現在 他 他現在 新的 日本國的制度 他 他 說 47個 一級的行政區 就是 一都 就是 東京都 一道 叫做北海道 兩府 就是大阪府 跟京都府 下面43個縣 所以 日本現在廣義來說 你看到 有 有 47個 什麼 行政區 這就是 日本國的 什麼 他 政治上的 設計 什麼 改變 就是 你現在看 日本 是 是 47個官 就對了 你看到 47個官 日本 在廢方 自憲 他就做 77個 然後他又 慢慢改 改到現在 差不多 47個 因為 這個 沒問題 因為現在 電腦和交通 越來越方便 那時候 你 這算是你的 行政區 你都會被圍得大 沒關係 你最好 就是說 以後也沒有所謂的 中央跟地方自分 你如果說 我們台灣現在 交通 跟電腦 這麼方便 其實我說 你也不必去分 什麼縣 縣跟座 我覺得那都不用 因為我覺得 科技 進步的時候 我們整個國家都要改變 我們整個以前的習慣 都可以做改變 其實你台灣 把他發作一個行政區 就好了 你也要把他圍得這麼多 我覺得不必要 因為 以前是主要圍得這麼多 因為那是 大陸的體系 什麼樣的 你看 中國那邊土地 那樣大 你如果沒有這樣 你要怎麼管理 對不對 土地 一千萬平方公里 只要管理人口數 14億 土地 那邊看 交通 還沒有電腦 還有 這個 什麼 現在我們說的 光 光線網路 這樣 所以你管理上 你有時效上的問題 因為 現在 日本你看看 交通 都越來越方便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這 如果 我們 是不是會 再 到時候 還算 再來 可能 也是有可能 因為現在電腦 越來越來越方便 現在 所以 中央跟地方的 什麼 電腦都連線 所以我覺得可能 以後 這個 所謂的 這個 什麼樣的中央跟地方 這種的問題 可能就比較沒有了 因為這 這 算說 如果科技進步 的時候 這相關的什麼 都可以做一些改善 所以 我覺得 你要分幾個縣 或幾個州 這種問題 其實 就是 不可以跟地方 真的要搞什麼 搞 後面的人 比較好做 後面 他要 變成幾個 要 照 那個時候 這個 失蹤 就是說 主要什麼 人民的需要 人民 認為說 台灣要分做 六個就六個 要分做三個就三個 或是說 中央跟地方 以後都不可以分 這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什麼 主要 就是看那個時候 什麼 經濟上 跟管理上的需要 下去決定 說 到底要分做幾個 照理說 要這樣才對 不是說 投資訊 其實我說 這些法律 都會變 你說要有的 整個區域 就是我覺得 那些都會變 這隨時都方便 你如果 科技進步 之後 這個中央跟地方 都很方便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 你說 中央跟地方之分 那個也沒有 你 電腦你這個 層級 分了越 你算你分了越 你分了越 越多了 你這個鷹 你就要回去 電腦越沒效率 所以這個 管理上的問題 就是 主要什麼 這個 要分高的問題 要分幾個管的問題 這就是什麼 那個時候 民地天皇的廢煩自憲 反正不管如何 民地天皇 是說 跟本土七十七 所以你要知道 日本國這個國家 怎麼來 他一開始 是什麼 七十七個管 七十七個縣市 七十七個管 他叫做 匯方自憲 所以 你要說 日本國的政治 是什麼 他是一個聯邦制 什麼叫做聯邦 他這個中央政府 下面還有幾個地方政府 他都總有七十七個地方政府 一個中央政府 所以你要知道 日本國 是說的是中央 中央 中央政府 他下面還有幾個地方政府 下面還有七十七個地方政府 所以日本國是不是聯邦制度 是 其實我們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全部都聯邦制度 因為在中央政府下面還有什麼 他還有政府 他還有地方政府 所以你要記得 你如果說到政府 你就要想到問題 你一般都想說是中央政府 其實你錯了 下面還有地方政府 其實那個地方政府 反而更重要 因為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都跟什麼關係 都跟這個地方政府有關 你等到這個地方政府 更加要緊 對 所以 你如果說到政府 你就要想到一個問題 到底他在說地方 或是你說 那個中央 或是你說我們家 你也說 跟你們家看到一個政府 那也是可以的 或是說你要跟你們 跟你們的社區 看到一個政府 也是可以的 或是你要把幾個社區 都聯合起來說 我們就是一個政府 這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想到一個問題 現在政府說的是什麼 說的是管理款 管理權 現在政府你說的問題 都是管理款 他上面有什麼 上面有主權 然後下面 最重要是什麼 主權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人權 所以你這 不管你的政府 是怎麼走的 你齁 你像我們現在一個問題說 你包括現在 中華民國這個 制度 他是台灣 他是台灣 他是台灣難民 他是不是一個政府 台灣難民 你可不可以 變一個政府 可以啊 雖然他法律上是一個難民 但是他可不可以 也是一個政府 可以 我剛才說過 你用幾個社區 把它抗抗起來 我要自己在那裡 這也是一個政府 所以政府的問題 就一般卡到管理款 他就不涉及主權 你就不涉及國際法 做一些問題 你只想到說 你要怎麼做 所以你齁 現在就在日本國 這個組合的時候 你就看出幾個問題 第一 你這個中央政府 下面要分幾個地方 政府 那就要看你管理上 你的設施 到底要分做幾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卡到政府功能的問題 就是民眾自治團體的問題 世界上所有的管理 都要交給人民 這為什麼說 這個政府要由人民來造成 萬人就是在那裡 這就是人民主權學說 簡單說 這是我們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所以地區的人 怎麼有 共同的一部公約 那就是我們現在你說的憲法 憲法 憲法 憲法一般都說到什麼 這個地區的什麼 租款的問題 你說到這個租款之後 這個租款的目的 要做什麼 要保護人 保護人權 好 原則上這個什麼 這個 政府跟主權的問題 我在這裡做一個完全的改正 說到底政府要做什麼 政府是怎麼造成的 第一個就是說 中央跟地方怎麼樣下去分權 你要分做幾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 你這個民眾自治團體的問題 你這個 不管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 都要由這個人民來造成 這叫做人民主權學說 所以你 要知道你一個國家 是由什麼來造成的 這很要緊 你要由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這在美國人的 現劃你做的時候 全部你就要看 我們上一本 台灣國際地位證 什麼說的 第一本 那就是 那就是 說這些問題 這就是 我們現在你說的 第二點的要害 第三點 同樣做 重要就是說 你這些人民都 苦苦起來了解 你這個 地區跟中央都分好 你要寫一步 共同的憲法 共同的憲法 你說 你共同的講話 這個 你說這個 屬性 到底在哪裡來 在這個 在哪裡來 在五月花號講話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他 現在 美國的第一代祖先 他在這個 五月花號 所簽的一個公約 來的 就是說 自願 結成什麼 民眾自治團體 他有一個公約 這個公約一延展完之後 就有憲法 憲法 裡面在講什麼 第一個講主權 我這個國家 在哪裡來 在那上地來 我這上官的一些 屬性 包括 這個地方的源頭 都在哪裡 都在那上地的主權 對 主權的目的 要做什麼 要照顧我們這 下腳手臂的人 對 所以我跟你說 一個主權 國家這樣就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 我跟你說的 這三部份 中央跟地方的這個權利 怎麼樣分配 第二個 人民主權 學說 民眾自治團體 第三個 就是憲法 主權 跟人權的問題 完全想你 如果這些名字 都把它 都把它 搞起來 你全部都搞起來 你一個主權 國家就完成了 所以你現在 要做一個主權國家 你就要用這個方法 下去做 就我剛才說的 三個原則 中央跟地方 怎麼分錢 可能 我們現在要這個 包括我們的 科技跟交通 如果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可能中央跟地方 他也不會分 他也不會分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腦很厲害 什麼看起來 超級電腦 你所有的東西 都在電腦裡面做 計算 保留你所有的 生光資料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 未來 可能 中央跟地方 就沒有什麼分 可能 他就只有一個政府 你一個地區 只有一個政府 他也沒有地方政府 因為你 很多事情 都由電腦來做 以後 你也不用分 什麼 台南酒 高雄酒 台中酒 台北酒 生地酒 移發當中 你都不用分 我說的 早晨一天會變成這樣 因為 你越有階層 你的管理 你就越複雜 你知道嗎 你就要層層回報 很麻煩 你如果好像有一個很好的電腦 這個 這個 重量的電腦 你全部都給你控制 我覺得你這個東西 都很好處理 所以 現在的管理 都要資訊化 全部都要做 全部都要靠 全部都要靠 你不用用水 你也不用用水 那種的都太慢了 現在都用電腦 這樣擠得快 家家夫婦都有電腦 你家家夫婦 全部都可以跟政府做連結 你全部都可以跟中央政府做連結 這樣 我們大家才有 這些怎麼 這些全都黏起來 他有什麼基督你說的什麼是主管 彼此相愛 彼此合作 所以我們可能醫院就要慢慢想 我們想說我們這個政府 醫院的政府要生出什麼 可能要用這個 中央的這個 用超級電腦來管理 大家來協議說 我們要來管理 我們要來管理 比較好 有一個共同的制度和法律 這個法律還會 隨著說我們的科技跟我們的 所長的進步 是怎麼 還會慢慢來改用 那這種的制度 我覺得是最好的 因為 我們要了解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制度都認識 隨時都要改變 如果一個新的一個什麼 你會包括一個新的習慣法 來的時候 還是說一個新的科技來的時候 我想說我們所有的 政治的制度 全部都要改變 因為你以前 你包括這個日本 他做這個日本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沒有電腦 他怎麼知道有這個名字 所以他才把日本 噴到很複雜 噴到七十七 廖一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廖一號又慢慢要求 現在求到四十七 可能廖一號又繼續求 你如果電腦都越來越方便 你現在日本也有超級電腦 可能廖這個中央跟地方 就慢慢比較沒分 就用什麼 中央這個電腦的 控制系統在管理 所有日本人的生活就好了 所有資料 那種紀錄 你包括你的個人的電腦 你也要記錄你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你知道嗎 比較好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我們這個 政治的制度都要怎麼 都要隨時做改變 不可以保證 因為一般我覺得 有的人都有一些 封建主義 你知道嗎 他就是他要做王 他要把這棵摳摳起來 這都是我的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叫做封建主義 其實 我們包括 我說實在的 我們臺灣民進入裡面 很多人還有這種想法 封建思想 對 因為想那個 什麼 中華民國 那套 國民黨的制度 整個 久了 他都想自己有一個地區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他要做王就對了 他要做封建 這就是他大中國主義 收音的告知 之後出來的 人家都生這樣 這也不用怪人 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就沒有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你說說 你如果說 實在你做改變的時候 你 要變你也是要變 這是什麼樣的 這是有一個效率的問題 我們說的效率 你有一個政府 有什麼 你後面叫他演 你叫人民 把你拖棄 什麼樣的原因 你的效率很壞 你的行政效率 你國民的效率 都很壞 很壞的時候 你這個政府 變成說人不需要你 你變成一個組 人就想要把你幹掉 你知道嗎 你如果都沒有改變 你像國民黨和民進黨 現在你換這個政府 他要把我幹掉 什麼樣的原因 他效率很壞 你看他的中央跟地方 一直都在分贓 還有分贓 還有分贓 中央一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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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還有一圓 對不對 剛才他還鄉的 對不對 他鄉的 爐都還創的 啊 這裡都什麼 什麼 這台人都有自己的地步 你知道嗎 尤其那些村的 都在北條 有嗎 鄉的也在北條 官的也在北條 都說 我會讓你多幾票 你知道意思嗎 都用這個 都用這個 選票你知道嗎 加 人民 全部都綁架 所以我說這就是政客 你們台灣民主的動心 拜託 你不可以給中央民國 那種的封建制度 我要多幾票 我這區要多大 我跟你說 你後面 你也是叫人民託氣 你知道嗎 因為社會一定不需要這些名字 但是你現在還在繼承 中央民國那些書中 你就剩下 所以你中央民國那些名字 麻煩你不能有 麻煩你把他拿去彈掉 你知道意思嗎 那些名字都不會用的 他們後面都叫人民 替你託氣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那個中國 三五千年來 都用那個儒家思想 用那個 這樣幫你託 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怎麼樣 那就是藥所基督來的 什麼 他要說的一些改良 他說你的頭部 不能在那裡 控股力 都有以前的方法 在想問題 現在整個科技 什麼都改變的時候 我告訴你你都沒有改變 你早上說幹掉 我不會改變 這是我說 為什麼你要有什麼 你要有效率 人家說的效率 成本最小 這個生產力最大 這就是效率 你就要去想 我要用什麼 那種方法 比較有效率 這個政務的效率 就好 人民才會支持 人家說這個政務 真功 你看 他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制度 國民黨 民進黨 撥得怎麼樣 國不成果 家不成家 這都跟他們的 頭部怎麼樣 第一次有關 他們已經不再有改變了 那什麼 他還記得 所以他準備就被我們幹掉 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要知道 說國民黨 民進黨 跟中華民國的體制 為什麼會被幹掉 我說一個 很要緊的 他們沒有效率 他們的效率很差 錢 很多都交給他們 結果他們都去做什麼 做那個 和事跟發泡 你好辦法去做 你好辦法去看他們做的行為 我把這麼多錢交給他們 你把我們做的東西 你怎麼對人民交代 他們到現在都 他說他 他也沒辦法交代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個政府 是很難的 沒有效率 這樣他就能幹掉 這就是我們說是會 政府不是不可以換的 對不對 沒辦法你換 政府怎麼不可以換 對不對 我說是在會 很多人都這樣 你學不會跟母親 說的時候 也會把你換掉 不然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感覺說 很多事情 你都要去思考 不然以前的那個想法 想說未來要怎麼過 你會死去 我不會去騙 很多都沒有人看 我現在也都一直在改變 看有什麼更新的人 現在要變什麼 拜託 你如果還不騙 你就會被幹掉 尤其你看我們 財經是很現實 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行業是很現實 你如果做得不好 你就隨便有 你隨便有 你隨便有 我們財經看的 是多少 更現實 有賺錢 沒有賺錢 可以到不行 這樣而已 那個壓力 壓力非常大 這我說 很不留情 所以 我們如果你說 這些經濟上的問題 也一樣 你如果一直都不改變 一直說以前的想法 你想說 他要怎麼換 你就會選擇一些問題 主要什麼問題 效率的問題 現在都你說效率 我們一堆人 住這個會 我們有效率 我們什麼 我們的生活 這些改善 這些行業 所以效率很重要 因為我本身 我畢業入園 我就有效率 我就有效率 所以我對這些事情 我說 我比一般的人 更了解 你說一個政府 他需要什麼東西 效率 我們現在中華民說 這個制度的效率很差 非常非常的差 他什麼原因 他都會有 封建主義的思想 對啦 他要做王 對啦 就是那種心態 我只看那個人 我就知道他要做王 對啊 他要做封建 這就是很差 我也不要說 你自己都要去提供這些事情 好 我們在日本 天皇在做 這個 他下面 這個政府的 我們就要看他 出來一點 日本國 是由什麼人 在法頭做的 是由天皇 在法頭做的 不然日本國 也做不起來 對 這個日本天皇 他本身就是什麼 你知道 他就做 他就 他主要就是 他主要就是 好像 共青這樣 因為 你要知道 這個天皇 跟這個下面的政府 是分開的 它是兩塊 自國以來 日本就兩塊 然後還有一點 天皇有天皇的財產 他們有皇室的財產 他下面那個 國家跟政府人民 他們有自己的財產 所以你要看這兩塊 就是 這個天皇 屬於什麼 屬於我們後來 實施憲法之後 變成什麼大日本帝國天皇 他那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在法的那個 政治 中 這個政治 機構叫什麼 叫做朝廷 之後 他可以看他 他實施憲法之後 他可以看他 叫做公內省 就是我們現在的公內廳 差不多那個意思 那就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天皇 什麼行政中心 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公內廳 公內省 他什麼人做中心 天皇做中心 因為天皇在那裏面 有什麼 有機會說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 什麼人都決定 天皇都決定 天皇全權 掌控什麼 公內廳 那就是朝廷 在這個 天皇以外的地方 他還有一個政府 他也不歸屬天皇管的 天皇只有管一個人 就要管 就 主要一管什麼人 主要管所相 主要管所 主要管什麼 管你的修相 那在在台日本帝國天皇的 世代的時候 我還要說管行政立法司法 頭 在日本國 西代的時候 他只管一個叫做修相 因為這個修相 人民什麼 因為這個 日本國的修相 是由這個天皇來人民的 天皇要來人民 就是由這個 內閣和議會的意見 說要人民這樣做首相 所以 天皇在這個 日本國的天皇同的 他的首相任命 他也要經過天皇 這也是以前的鼓勵 因為以前主國以來就這樣 這個首相 像是你知道嗎 像曾宜大將軍 以前那個幕府的將軍 差不多那個意思 因為這個修相 擁有實際上的什麼 日本國的管理 因為日本現在是怕什麼 怕內閣制 他由這個議會 推派一個人說 我這個要做修相 天皇同意 然後這個就變成首相 所以按北京就是這樣 你要看日本的制度 他什麼 是由議員所競 你知道嗎 他競他的代表 競他的黨魁出來 這個 他用什麼 他用這個黨魁去做日本的內閣 這叫做內閣制 所以他們 包括川普總統這也一樣 他也是 內閣總統制 他們 主要是用選舉的 他們先把總統出來之後 但是這個總統也是這兩個黨 算是他們 內閣的人 所以也是有內閣制 但是他又經過選舉這個制度 他也有總統制 所以 你如果說 照美國的制度來說 他是什麼 他是總統內閣制 兩個都有管理 他就是說 行政和立法都擁有權利 雙方都擁有權利 所以他是什麼 總統內閣制 你如果美國的制度是這樣 總統內閣制 那你如果日本這個 這個 這個日本國政府上面 他們是屬於 什麼他們屬於 這個內閣制 內閣制 就是 他這個黨魁是 這個議會裡面的 可能黨主席 這個黨主席 之後他就要 他就要 他就要 叫人 叫 他主要是說 這個 這個議會的人 他會推派一個 代表出來給天皇人民 人民說這個 我要他做首相 這叫做內閣制 所以 我們台灣可能會變成什麼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可能也是會變內閣制 內閣制的機會比較高 就是我們台灣民 政府議員可能是內閣制 因為我們現在 叫美國軍事政府 在控制狀況來說 美國軍事政府 他有在管理 人民說 什麼人來換得好 所以可能 也是要怕內閣制 但是要怕內閣制 才會安定 但整個小的都安定下來 讓大家 台灣人民 全都清醒了 他要來怕選舉的制度 這來怕什麼 這來怕這個 這來怕這個 這個 總統內閣制 這來怕美國的 政治的設計 可能 照理說 會這樣來怕 可能會比較順利 因為現在目前找不到 還要更好的辦法 想想的 可能先用內閣制 要用美國軍事政府 人民的方式 人民去做內閣 這不是這樣 這個 內閣可能會 一直在變動 可能會變幾個 這大家都要認識 因為這是 我們台灣人第一件去做政府 所以有很多問題 可能到時候做了才知道 你沒有做也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還要去調政 如果調政政府的一個辦法 我們就要知道 就是 我們要知道效率 我們最好要什麼 追求行政的效率 很要緊 我們人不可以做事 你說這 中央和地方 到底要怎麼分錢 我說是你要看效率 什麼看的效率 最好我們進去就對了 反正 你不管做什麼 這位 你都有薪水這樣 這比較要緊 你說要做到大 你要做到26 我說的是 你要以 你整體來實現 說台灣人 政府 到底要怎麼做 才好 你就要考慮到 什麼行政效率 效率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現在 全球的政府 都在做改變 所以我也 不用告訴他 是什麼樣的政府 才是對的 到底是總統制 還是內閣制 還是還有更好 這是我們共同的 因為包括我們現在 科技都一直進步 超級電腦這個名字也出來 是不是說 我們這個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也不需要分那麼多錢 我們用委員制 就好了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來改 我們改做委員制 其實我覺得 我們用 不要用內閣制 來改這個 內閣委員制 內閣委員 委員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可能會更平和 這樣就變成 變成什麼 變成 這個 內閣委員制 是什麼樣的名字 你用作一個參考 你說 任務行 現在 需要做一個 改決 就需要一倍人 你知道嗎 譬如說現在要做一個 財經的改決 好 現在好 現在財經的人材 都給我去判 你判完之後 你這個任務 你就結束 你就下來 那個叫做 內閣委員制 照你說要這樣做得好 你讓我去考慮看看 因為我們這個政府 不說 不說一定要怎麼做 我們要改決 因為我們有機會 所以我們 不知道保護士 我們在想就是 到底哪一個行政效率 是比較好的 比較適合我們 現在台灣的狀況 要解決我們台灣的問題 如果 解決得好的政府 就是好的政府 對啦 對啦 人家說 不管黑貓 還是白貓 會抓老鼠的貓 就是好貓 就是那個意思就對了 到底要怎麼說 你們還有可能要去想 要設計 對 做完之後 就知道問題 到底在哪裡 還要再改 所以你現在不能 替他保護士說 一定怎麼樣 我說我那都不一定 對 我們英文還有更好的選舉 我都一直 我都是一直這樣想 還有更好的方法 還有更好的方法 對 我一直在想事情 就是 可能是我投資金 我們都一直在追究 看有什麼更好的 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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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改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一直在進步 對 我們是因為 我們現在所知道 我們都不夠 因為我都有更好的方法 我們要去改變 我們現在做的 都不夠好 這就是我現在想法 可能更好的方法 我們還要想 對 一邊做 一邊做 一邊改 對 對 你可以看我現在的論文 你看我日本的論文 你看我都改幾件 我全部都說 我都改二、三十件以上 什麼樣子 我一直改變 把它改好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對 因為我知道我們人 都不夠轉 但是你要盡力 盡力的力量 把它改好完整 做得完整 做得好 對 啊你齁 你做好之後 你還要再改了 你看我現在的車 你看都 它下面都有版本 那就是我在改了 我在改了 我在改了 我覺得我改了不夠好 我還要再改 因為那個我寫的 我知道 都會寫得不好 我知道 我有看到更新的名字 我知道 我這個名字寫得不夠好 對 還要進步 政府也一樣 政府也要進步 你的效率才會好 你的家庭也一樣 你也要進步 對啊 你有更好的名字 你要用更好的名字 你要有更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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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 所以你不管管理政府 還是管理 一個家庭 你的心態都要一樣 要求進步 對 啊不要把大家 輸送百合四 啊 突然不要有 中國人那套輸送 那個封建主義的思想 要做老大 啊你 你其實一定做不好的 對啊 你會帶國民黨 民進黨 要再用屁男屁男 對 因為什麼 因為齁 他這個 中華民國的制度 他是一個封建制度 封建 他要 他要 主要是要 他主要是要這個制度 要維持 他的權利 跟他的什麼 跟他的既得利益 而已 他沒有在管理人 人民的死到外 他只要賺錢而已 人家說的齁 能拿就拿 你知道齁 能拗就拗 就是這樣啦 他就是要把你拗 要把你拗 啊所以這個制度 是運失敗的 所以你不能夠用你的 打開最問題 因為醫藥的社會 一定不一樣的 這種制度 找不到人民 整個拗 所以 我們的政府 要什麼 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要什麼 要一個會進步的政府 我 我常常覺得 你要有這個心態 會進步的政府 有載到進步的政府 所以那個名字 都不用拗 對 那個 我們的政治制度 不用拗 法律寫到死也不行 都要有些 你說什麼 說一些靈活性 這樣醫藥 我們要變的時候 才不會拗法律百條 要有後面 受到人要做事情 要怎麼做 對 因為喔 醫藥還有什麼 更好的制度來 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改的時候 你法律 一大堆都要改的時候 我看你怎麼改 所以法律也不能寫到 寫到 寫到最多條 用總原則的管理就好了 總原則的管理就好了 這樣說 我們實在改變的時候 台灣人民的政府 做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 對 如果真的法律可以 整個跟打拔條 翻證 我跟你說 你就要有那個勇氣 整個都真的都不算 不能再算 整個都講講條 原來 只要我們的人 和土地都老的 我跟你說 要做什麼政府隨時的 你要做什麼政府 你人法外 你還來做一做之後 大家開口 敲敲敲之後 也還是一個政府生的 對不對 你只要掌握到 製造一個政府的這個 這個管理的時候 你隨時都還做一個政府 所以我說 人民的組織 很重要 你人民的組織 如果相機 你所有的 你做的政府就是 你人人的政府 所以你要 你現在 你就是 你現在台灣人 你要去看政治 你自己要去了解 什麼主權和人權 相關這些政治的 到底有什麼好到沒有 他的歷書有什麼 頭到尾 到底都在哪裡 你就要去了解 好 這樣我們就來講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做一個ending 就是 我們知道 這個 日本的政庭 他分成兩庭 以後 他實施這個 台日本帝國憲法之後 這個政庭就變成兩庭 他上面這庭 叫做 大日本帝國天皇 然後他 他 他的管理中心 是什麼 是朝廷 就是 這個朝廷 他要變成什麼 變成公內省 公內廳 這個天皇 都完全在做控制 所以 他自己這個 他下面還有一個政府 叫做 日本國政府 這個 日本國的所有權 到底在哪裡 主要都是在人民 主要都是他的人民的 包括他的財產也都是人民的 所以 日本國 會不完全屬於天皇 他是 主權屬於天皇 主權屬於天皇 你包括我們說的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 人權的問題就是 你的生命權 你的自由權 你的財產權 都屬於什麼 屬於人民 所以你 人民要自己去做一個政府 中央的政府 你包括地方的政府 這就是我們說的 你一個政府要怎麼做的 三個原則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政府的分權 要分中央跟地方 到底要怎麼分離 要看考慮 行政效率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 說的什麼 人民主權學說 就是你卡到什麼 你那個地方自治的問題 你人民要自己去主題 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這是第一樣要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 卡到什麼 主權跟人權 你還要用 這個主權跟 人權在寫一步的憲法 你整個國家就完成了 所以你要知道 日本國今天屬於什麼人 屬於這個 你如果 叫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一條的B 它裡面就整個 他說這個 日本國屬於日本國民的 什麼 意志所有 你可以看 今天 日本國的政府 屬於什麼人所有 你看 這個 算是 他的憲法 第一條 日本國憲法的第一條 天皇 是日本國的象徵 國體跟政體分離 天皇是上面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 再來下面 你說的這句就是什麼 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 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 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 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 以日本國民的意志為 依據 就是說 今天 日本是屬於什麼人 日本國這個政府 屬於什麼人 屬於日本的國民的 意志 國民意志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人民 人民主權 以人民的議題來做中心 這就是日本國的憲法 你包括 舊金山和平條的一筆 也在規定 他那個聯盟國 承認 這個 日本國民主權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 日本國的 憲法的 第一條 這個 日本國的地位 主權 為什麼 全體 日本國民的意志 為依據 就是說 今天的日本國屬於什麼人 屬於 日本國的什麼 國民的意志 全體 你怎麼說 你怎麼知道現在 日本國的主權 到底在哪裡 他誰在這裡 誰在他的這個什麼 日本國的憲法 第一條 還有舊金山和平條的什麼 一筆 這非常的要緊 你要知道 日本政府現在是 到底什麼 他的主權 到底在哪裡 就是這個什麼 國民意志 日本國的國民意志 這非常的要緊 非常非常的要緊 你要對現在 日本國的主權 你要了解 他現在是什麼 還有這個 這個 天皇 他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大日本帝國天皇 這說什麼 意思呢 就是說 現在的天皇 是兩 是兩 國家的元首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現在的日本天皇 是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因為 大日本帝國的 這個憲法 並沒有廢掉 所以 大日本帝國天皇還在不在 在法律上還在 但是他下面的政府還在不在 不在 因為這個下面這個政府 獨立出去了 因為 因為 我們要知道 他們後來有寫了 一個日本國的憲法 還有這個什麼 還有舊金山和平條約 的時候 他也承認這個 日本國的什麼 國民主權 就是我剛才說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一筆 所以 這就是什麼 這個日本的政典 他在這個時候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簽下去了 還有這個 日本國的憲法 實施下去了 他就是國體和政體 正式分離 切開 以前他們是什麼 這個天皇 跟他下面 這個日本國政府 做回來做的政府 叫做 台日本帝國政府 這樣國體和政體 好像有結合 結合意味 他現在說你要把它切開 你要做邦連制 你要跟什麼一樣 你要跟大英帝國 英俗邦連一樣 你也要做一個 大日本帝國邦連 你天皇是天皇 你下下的政府 他有人民都在做什麼 分分獨立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人民主權學說 他這個 主要是什麼樣的原因 這是美國自己有孫心 他不讓我們一本相局 不讓我們夾起來 因為他怕說 我們夾起來之後 他會跟美國做衝突 他會去法黨戰爭 他是怕這樣 但是我覺得 時代可能會變 到底醫藥會變 我沒辦法決定 是因為說 如果醫藥 我們會整個合起來 也不一定 這是保留一個未來的可能性 因為 法理上 我們還要黏作火 我們在天皇做中心 還要黏作火 醫藥要變成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說以前 英法百年戰爭 大家結到要死 你知道意思嗎 結果他們兩個變好兄弟 英國跟法國 後來變好兄弟 你也太不夠了 人家說沒有永久的敵人 沒有永久的朋友 我說實在沒有 這都卡住主權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不一定 到底醫藥怎麼 我也不知道 這是 這是 相對主權的問題 這是我們說的 彼此相愛 彼此合作的問題 這就是相對主權 其實 你如果說到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因為 我沒有可能比相對 還比較有貼負 因為相對是最有貼負 他都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事情 對 那只是他知道而已 所以我對這種事情 我是保留 保留我的意見 他要怎麼變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給他看 他現在是說 怕說這個什麼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整個 整個都倒了 他會向美國報復 所以他現在希望說 天皇你 你要做幫連 你要讓下面 你的政府都獨立就對了 做英俗幫連 日俗幫連 他現在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從哪邊可以看出來 你從這個日本國憲法 是因為日本國憲法 什麼人是死的 是馬卡薩你知道嗎 把這部憲法交給 日本的人民說 你去試試這部憲法 這樣我看的時候 我就放那些 後來他試試 一個日本國憲法後來 他又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又在舊金山和平條一筆 跟進入日本國的國民主權 所以你要知道現在 日本的政府到底屬於什麼人 屬於日本的國民 簡單這樣說 這樣就對了 日本國現在什麼人擁有 你如果說到日本國民主權 當然也是日本的人民 所以現在 日本國是 土地屬於人民所有 那這個日本國的政治 是由日本國的國民去管理 這樣就對了 就是說他現在所有的管理 包括財產權 土地權 什麼權利 全部都是日本國民的手套 變成說什麼 國體和政體 正式分離 他就是 他就要做幫連 就是現在 你知道嗎 日本 現在日本國 我現在說的是日本國的政府 他現在內部是什麼 我們做一個Ending 內部是聯邦制 因為他下面總統 現在有 47個官就對了 47個行政區 所以他是聯邦制 跟美國的50個地方差不多 日本是47個 這就是他聯邦制 實際上他是聯邦制 那你如果說 日本國跟 這個 台日本帝國天皇 這樣來比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幫連 就是說這個 日本國是什麼人生 是台日本帝國天皇生 就是我們要做幫連 就對了 所以 你要記得 現在 現在 日本國政府 他對他的下面 他的內部是聯邦制 對這個 台日本帝國天皇 是幫連制 你要記得 他是聯邦 也是幫連 但是什麼人跟什麼人 你都要很清楚 就是這個 日本國政府跟上面 那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是幫連 就是英幫連 英屬幫連 那是什麼 日屬幫連 你要記得這點 他們 這個 我跟你講因為 戰後之後 包括 美國 他們就說 決定要把日本 國體政體分離 這個 國體跟政體分離 是 美國的意思 美國有什麼 這個意思 因為 戰後 他這個 戰後之後 有跟 英國的 這個 算說 他們全都參加過 你包括大信仰 憲章 你包括美國的憲法 都在說主管 跟人權的問題 說 你們這些 國王的國家 你們這些國王 跟法庭的國家 你們的權利 都要放 都要放給人民 一支 你知道意思嗎 你不可以 都自己去罰款 你要把你的權利 都下放就對了 權利都下放 下放給什麼人做 他有人民 所造成的政府 做 所以 他們現在戰後 你包括大英 努洪 他就把他的權利 全部都放給人民 做 後來就做了一個 英俗幫人 你同的 你包括很多 豐田 你包括泰皇 好像比利時 也有國王 瑞典也有國王 丹麥也有國王 這代的國王 都同的 你包括 日本 天皇也同的 他也 以前 台、日本、地國、天皇 擁有所有的權利 他也下放 他也下放 把那些權利 都下放給人民所造成的 政府來做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日本國政府來做 就是說 你不要去管人民的事情 你要給他主題 這就是什麼 你說的 人民主權學說 這如果 因為 美國贏了 之後 他就說 要徹底執行人民主權學說 政府一定要由人民所造成的 代表來組成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原則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個主權 國家的原則 他要用 什麼要用人民的議題 來決定事情 這非常要緊的概念 就是我現在說的 什麼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三個原則 第一個 中央跟地方 你怎麼分權 然後第二個 就是人民主權學說 地方自治的問題 你主題的問題 主題權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什麼 主權跟人權跟憲法的問題 原則想你這三個 如果都超越罵 的時候 你如果還合法 我告訴你 你就稱為什麼 稱為一個主權國家 還是主權國家下面的地方政府 好 這樣我們現在說 一個我們台灣的政治 我們稍微說 你日本都已經了解了 就是國體跟政體分離 啊 他為什麼國體跟政體分離 前後 之後這個日本國憲法的事實 跟舊金山和平條約一筆 正式把日本國 從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傢伙 給它拆開 年月拆開就對了 要拆開之前 天皇做一件事 說把台日本、帝國 這個政府都給它停下來 都不要再運轉 他的貴族院停會有沒有 啊眾議院怎麼 解散掉 台日本、帝國政府就停了 停了之後 就實施日本國憲法 就實施了 國體跟政體分離 以前的大日本帝國政府 年月拆掉就對了 就拆開就對了 拆到哪裡 拆到現在的日本國 對 這個政治上的管理權力 主要都拆到日本國 之後再實施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裡有什麼 我們你說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日本管理權的放棄 對 你要知道這個管理 到底在哪裡 啊這個什麼 啊這個 日本國管理權的放棄 要什麼 要什麼 恢復完全的權利 很簡單 你要去看 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因為那是一個占領法 因為台日本帝國天皇 還沒有簽和平條的 這些土地的問題 要簽 大日本帝國和平條的 這些完全來講 這些到底要怎麼去 這也影響到你 包括我們台灣的問題 包括條線 包括北方 北方四島的問題 又 包括說 美國跟中國人承諾 說一個中國政策 都跟這裡有關係就對了 就是前後 我們台日本帝國天皇 導航而已 這野角所有政府都導航 對 啊這裡做 這裡有人民的 這個什麼 議題做一些地方的政府 你包括 中國政府 他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 郵人民所造成的 政府 只是他現在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包括北朝鮮 跟南朝鮮 跟我們台灣 跟日本國 現在都一樣的 都是由人民所 組成的什麼政府 對 那都民政府 他就是我們下面這裡都民政府 你包括日本國也民政府 我們台灣也民政府 這個 北朝鮮跟南朝鮮 都民政府 你包括中國現在也民政府 這些主權的問題 最終的取得 是大日本帝國和平條 跟天皇跟美國總統簽 整個地方都會沉來落定 這就是我們以後要走的路 所以大概 差不多會朝這個 國際法律 這個防禦 下去做 所以你 要知道 很要緊 很要緊的 我們這一張 你說的 國體跟政體的分離 大日本帝國政府的 什麼 國體跟政體的分離 是要怎麼來的 你包括這個 日本國的 他的政治是怎麼來的 我們做一個ending 做一個結論 我們想說 日本國政府的問題 他對內是一個聯邦 因為他下面有47個縣 聯邦 然後他對大日本帝國天皇 是邦連 日暑邦連 就是他 台日本帝國天皇 做什麼 做他的領導者 然後他下面 還有一個政府 叫做日本國政府 有首相的領導 這叫做國體跟政體分離 所以那個叫做邦連制 你如果對日本國來說是這樣 這個 這個 日本國 所以 土地跟財產 都屬於日本國的 國民全體所有 都他的異地 人民 就是 高的人民就對了 管理跟財產 都是人民的 不是天皇的 都是人民的 這就是日本國 他的政典 好 我們還要說第二的問題 這個 本來 台日本帝國政府 是什麼 國體跟政體是合 那後來 這個 前半後 馬卡莎說 你要分開 你要把你這個 台日本帝國天皇 以前的管理官 你都要下放我的人民 那天皇說好 這就是他 這個天皇 跟馬卡莎的秘密 可能在這裡 我告訴他 他可能在這裡 後來 日本天皇做一件 事情 很重要 他就是先把 台日本帝國政府 停起來 他就說 貴族院 停會 眾議院 解散 再來 大日本帝國政府 就停了 但是停了 台日本帝國 天皇還在 很要緊 他天皇也是會老的 貴族院也會老的 他是怎樣 他是那個 停會而已 他隨時說開會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大日本帝國 要運轉 就是 大日本帝國 天皇會 他的管理後 他說貴族院 我們要開會 這樣我們 就要用 這個天皇的力量 去討論我們的 北方四島 包括改革 條線的問題 包括 改革我們台灣的問題 包括 改革 共共那片 土地 政治上的問題 這都要跟美國總統做配合 因為現在美國總統 在軍事 占領 台日本帝國天皇 那個朝廷 現在還在占領 這很要緊 所以 他戰後 第一件 事情就叫 台日本帝國 停下來 這個政府 停下來 你先不要去管 因為這些事情 再來 真的都沒辦法管 因為開會了 韓戰 越戰 國共內戰 全都打到開會了 包括 我們台海危機 這些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政党主權的問題 都沒辦法解決 都把它彈 就對了 天皇也彈 因為沒有辦法處理 都打到開會了 你是怎麼處理 這第一件 很要緊的 所以大日本帝國政府停止運轉 天皇還在 大日本帝國天皇還在 只是他的 管理都沒辦法 沒有在運轉 這就是要看天皇跟美國總統 他們不用說 這就是 我們也都搞不定 就是希望說 你這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要恢復你的權利 因為很多事情 要帶日本帝國天皇出來 之後才會有辦法解決 你包括我們台灣 我們身民的國際 我們也需要 我們也需要 天皇跟我們背書 所以他也是要出來 這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他真的也是要補出來 沒有這些問題都沒辦法處理 政党都沒辦法處理 你 因為主要什麼看的原因 那個 鄉虎文書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天皇 向美國總統導行 這很要緊的 你這些事情 法律上 你沒有去解決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還沒辦法解決 他要出來回應了 沒有這些問題 又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大日本帝國天皇要出來 這是我的呼籲 說你這個美國總統 你要去跟天皇說 你要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時間到了 因為現在不會戰爭了 現在比較不會戰爭了 比較冷靜下來說 要照法律來講這個問題 現在法律都有了 這相關你包括主管和人權 這些法律都有了 所以現在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比以前更簡單 會用不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我覺得 現在來講是比較好的 我們只要和平 這些問題都 拖一百年來講也沒關係 慢慢來講 這沒在沒關係 反正如果不戰爭就好了 慢慢來 好 後來後 台日本帝國政府是不是停下來 停下來後 他實施一個日本國憲法 把國體和政治分離 拆開 那日本國屬於什麼 在日本國憲法的時候 日本國屬於什麼 屬於這個什麼 這個聖功教育的憲法來講 這個日本國的主權 所在是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 就是說現在日本國屬於什麼 屬於日本的國民 全體的 這就是我們講 再來後來在1952年實施 舊金山和平條的時候 舊金山和平條一筆 叫 這個聯盟國承認日本的國民主權 就是承認這個日本國的憲法就對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說日本國的憲法是什麼 被盟軍跟你承認 這就是日本國的憲法 跟這個舊金山和平條一筆的關聯 好 關聯之後這個舊金山和平條 會簽下去之後 第二條就叫日本國政府 什麼 把你以前的一民地 你知道嗎 都放棄 因為日本國後來是不去管理一些 不屬於原主對他的所在 你包括我們台灣 台灣以前也不是日本國的 這樣你要放棄 你要放棄台灣的管理權 你要交給什麼人 你後來就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你主要交給什麼 美國總統去托管 跟他的國會用什麼 台灣關係法 去托管我們台灣的地位 這個我後來才說這個問題 你要先知道在哪裡 然後第二個你要放棄什麼 你要放棄朝鮮 因為朝鮮的管理權 也不屬於你日本國 所以你也要放棄 所以他也放棄 再來還有北方領土的問題 就是南華泰和千島群島的問題 因為這又是大日本國的天皇 也不說要交給什麼人 那是在什麼 叫一般命令地要在軍事尖 這個議要就是 大日本國的天皇 要跟日本國的政府 做的向俄羅斯的普丁說 這樣法理上真的會交轉 因為這個千島群島 這個千島群島 才有法理來說 是要交日本國的管理 那這個南華泰和庫葉島的問題 可能是要繼續協調 這個我下面幾個章節 我也說這個問題 那之後還有放棄一些 南太平洋的 算是一些管理權 還有什麼西沙和南沙群島的放棄 你叫一般命令地要先放 放給什麼人管理 給美軍管理 所以現在美國還在軍事尖南海 會什麼西沙和南沙群島 這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美國總統 他有那個管理去維護 什麼西沙和南沙的什麼 主權的完整 所以美國總統 他要跟中國政府說 這片土地還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 日本國的政府放棄的是管理權 但是實際上大日本帝國天皇的主權 沒有放棄這些土地 因為還沒回答應該通過不行 所以美國總統就要用什麼 去跟我們維護大日本帝國的什麼 主權的完整 你就要用什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主權 你說 我們現在你佔的天皇 你這個西沙和南沙 你現在 中國你要比較注意 這不是你的土地 這片土地有主權 什麼人的大日本帝國天皇 現在有美國軍事佔的地方 麻煩你搜尋 還是說看怎麼樣 看美國跟中國政府 他們自己去協調 這片土地有人 你包括台灣也有人 什麼人 台日本帝國天皇 都一樣 還有一些 南籍權利的放棄 他在日本國在南籍也有一些管理 他也要放棄 對 啊 主要都 整個都搞 都搞 這次我要說 這次放棄的管理 都搞到什麼人 搞到以後 台日本帝國天皇 這個 台日本帝國天皇 跟美 跟總統 才會協調 看說以後 這個問題 要怎麼處理 啊 這個一般命令 第一號以後 就把他搜尋一個搜尋 就全部 這些土地都用搜尋 對 就用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個搜尋 什麼 搜尋台日本帝國天皇 天皇這個土地 包括日本國政府 我問你 日本國政府 放棄管理官 要搞到什麼 要搞到台日本帝國天皇 拜託 因為我們知道 叫大日本帝國憲法 來講 天皇擁有所有的權利 包括 包括土地 這個所有款的問題 包括租款的問題 全部都跟台日本帝國天皇 只要台日本帝國天皇 沒有回應 你們這些土地 都不可以處理就對了 還是跟英邦連鋼 你知道嗎 跟英俗的邦連鋼 跟英邦連鋼 跟日邦連鋼 所以你這些土地 你後來真的要獨立 什麼 你都要經過台日本帝國天皇 才可以獨立 你才能處理你的租款 不然你這個日本國放棄的是 管理權而已 所有權跟主權都還在哪裡 大日本帝國天皇那裡 現在就要台日本帝國天皇 出來之後 這些事情 都可以來講 看看要怎麼來解決 這就是我們天皇 第三十二章的內容 謝謝各位